金黃薄肉條在油鍋裡炸得酥脆 再看看餐桌還有沙蟹 流葉魚 花枝 買下來配上氣泡飲 不過眼前的可口海鮮 卻始終敵不過通膨 讓店家成本一個月就暴漲超過萬元 目前不敢 所以是慢慢準備要調 也是先跟客人講 看客人覺得怎麼樣 我們再做調整 通膨怪獸多可怕 算給你聽 進口花枝一隻從300翻到600元 旁邊沙蟹漲幅超過4成 最基本的食用油 也從每桶500漲到800元 再看清爽一點的 健康餐必出現的番茄最誇張 500漲到1500 南瓜漲快3成 而隔壁肌肉炭也難逃命運 飼料已經漲了大約兩年 這個原物料這兩年都 尤其飼料一直漲 它都沒有再降下來 牛肉麵以前可能幾十塊 它現在都100多塊 200多塊 我一定會漲價的 對啊 因為東西少就貴 物價飛天漲 民眾幾乎心都涼透了 光是2024上半年 物價累積就上漲將近12% 而7月CPI也持續超過 通膨警戒線來到2.52% 其中食物類大漲4.57% 夜菜類更因為颱風 大漲超過9% 這場暑假旅遊旺季 團費機票也跟著漲不停 商品除外的服務類漲幅 其實這個月2.5%還是 一直都是比較高 那除了剛剛提到wise以外 其實還有就是房租 其實房租還是持續 呈現緩步上漲 看下來真的很無奈 因為通膨趨勢 似乎怎麼也停不下來 物價持續高漲 薪水卻聞風不動 民眾口袋只能繼續淌血 多視乎才喜歡毛道評論 現在才報導